斗罗大陆248级超前看点 唐三领悟大虚拟锤真地 锤拂三头蚂蚁 三只十万年魂环投降浩天锤 在斗罗大陆247级中 唐三已经和三头蚂蚁对上了 根据大师分析 这三头蚂蚁并没有什么强大的魂技 它们最得意的能力就是速度与防御 以及自身强大的力量属性 唐三自身魂力转化的力量 以及结合海神三叉戟的重量 最起码达到了75吨 但这三头蚂蚁随便发力便达到了100吨 轻轻松松地拉动了唐三的身体 唐三也是将泰坦巨猿魂骨技能 重力你找的十倍重力结合到三叉戟上 三叉戟瞬间有54吨 达到了恐怖的540吨的重量 在力量压制上 唐三已然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面对三头蚂蚁的速度 唐三使用海神三叉戟却只拦下了两头 而另一头蚂蚁朝着唐三的后背撞击而来 可惜唐三的后背已然达到了神迹境界 此时速度方面蚂蚁也无法取得优势 而唐三直接释放了神级吞噬金丝 这三头蚂蚁的身体防御力虽强 但这吞噬金丝可是控制型的能量攻击 要知道人面魔珠本身就是昆虫类浑兽的克星 这三头蚂蚁面对这样的神级威压 它们连一半的实力都无法发挥出来 自然也无法从吞噬金丝之中挣脱开来 最终也是被吞噬金丝活迹 而在唐三对它们进行魂环召唤之时 三个魂环居然同时飘了过来 眼看着那三个黑中带红的魂环飘飞而至 现在唐三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立刻放弃这三个魂环 再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魂兽 另一个就是将它们附加在浩天锤上 同时吸收这三个九万年魂环 最终唐三还是选择了后者同时吸收 虽然此战并未对唐三造成实质的伤害 但是它们的三个魂环却是让唐三苦不堪言 面对三个魂环爆发的能量冲击 唐三的身体已经成为双方碰撞的战场 胜利的信念与击溃对手的执念 此时的唐三终于领悟了大须弥锤的真谛 最终大须弥锤也是彻底锤服了这三头蚂蚁 而这三个九万年魂环也出现了变异 最终成功进化成了三个十万年魂环 唐三的魂力也是从95级提升到95级巅峰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